多年前因为掏关案遭判刑三年的前泰店董事长孙道纯 日前因为急欠货物税及罚款高达新台币1.2亿元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追不到税 向新北地院申请管收获准 当时孙道纯一听到要被管收随即找亲友协助 短暂两个小时内就筹到1.2亿元币缴清欠税 但检调怀疑孙道纯当初缴交的罚款 源自泰店子公司 为厘清是否涉及部法 除了亲自前往监狱就训孙道纯外 李月潭泰定董事长渊俊棠等人肉业侦办 董事长你觉得你有被冤枉吗 我简单说你一下 渊俊棠的律师 凌晨渊俊棠离开地检署时 仅表示谢谢都累了 据了解孙道纯昨天接受证讯时否认犯刑 强调他不清楚缴交的1.2亿元的罚款来源是在哪里 警方经过一整一的证讯 认为市政还有待厘清 将相关人等全处请回